睡末年中戏指厚德里 每个星期三的老人共餐 30号中午一样是有好多的老人家 出来一起吃饭聊天 而议员白佩儒也特地带了水果 橘子来送给长辈 祝他们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新年快乐大吉大利 大一元 送上橘子祝老人家新年快乐 这一天星期三又到了老人共餐的时间 而今天要出的是午餐一汤 有菜花枝荷包蛋 还有现炸的排骨 赶在睡末年中 议员白佩儒特地到场 先是帮长辈们打菜 接着送饭后水果 厚德里这边的老人共餐 算是今年最后一次的举办 再来就是新的一年 所以我今天特地带了感冒 来跟我们这些长者 来一起分享 要祝福他们在新的一年 都可以大吉大利 104年的最后一次 今天也非常高兴 我们白佩儒议员也到现场来关心 我们的老人家 因为今天天气有点冷 所以说他的历灵 让所有的老人家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绿长友新志工也很支持 细植的厚德里老人共餐 已经快两年 每个礼拜三邀请长辈们 一起到巡守钢厅 这里一起吃饭聊天 现在到这里吃饭也成了老人家的习惯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可以出来走一走 又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 相亲 这样子可以增加我的青春跟活力 谢谢这些辛苦的志工们 因为他们有的一大早就要去买各项的食材 然后尤其是他们的白群真的很好吃 老人共餐可以让在这里内 可以固定每周可以这样的来做 其实真的是很放心 那也很感动人 鼓励长辈们多多出来走走 尽管天气冷稠稠又下着雨 不过当天的共餐 还是有许多老人家走出来 新的一年 议员白佩儒特地送上橘子 祝长辈们新年快乐 大吉大利 解程惠林细子采访报道